有問題要念一下各位 因為這個表單,你填好了沒有錯 那它會怎麼樣? 它就會變成我們剛剛講的,是變成一色對不對? 那你可以從這個表單裡面呢,你可以看到目前有多少回覆 我剛剛不是回覆過嗎? 對不對?你可以從這邊去看 可是今天這個你的報名,是有比較有時效性的 或者說你可能,我要比較快掌握的時候,到底是要有誰報名的? 你有沒有可能隨時都來看這個表單? 啊,快點喔,快點,今天來看一下,現在多少人? 啊,多少人? 這樣是不是有點累? 啊,怎麼辦? 它有一個那個自動通知的功能 也就是說,欸,我今天如果希望說,只要有人回覆了 我就馬上知道,通知我一下,我就上來看 那這個時候呢,你看一下 這個呢,就不在一個表單裡面,你看喔,我們這邊 我剛剛呢,滿意度調查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圖好像不一樣,而且有兩個? 有沒有發現? 我們剛剛的表單是這個 但是有人填寫的時候,他會變成一個一色檔案對不對? 欸,他會自動把你產生另外一個一色檔案 後面會告訴你說,這個是回覆內容 那我們現在要知道的是哪一個? 不是表單異動 是這個 有變動,一色檔裡面有變動的時候要通知我嘛 所以你要打開是這個喔 這樣了解嗎? 這個剛剛我會有點搞混 欸,點開它,你看我把它打開 好,有沒有發現我剛剛有填寫的,在這裡 好,在哪裡呢? 你家 在應該是 這裡 工具裡面 你看 工具裡面 有一個叫通知規則 就是這個地方 好,就是這個地方喔 所以 我來這裡 按一下 他就跟你講了 欸 有任何變更的時候通知我 有沒有,或者是有實驗者提交的時候通知我 那你是要 嘿,是要一天你試就好 還是要把他上 看你 但是有一個前提啦 他不能指定別的信箱 他只能指定就是你用Google表達那個信箱 所以這個可能就變成說你必須要去搜那個Gmail那個信 才知道說到底有沒有 可以 可以轉記了 欸,對啊 但是那個你要去信箱裡面去設定啊 好,只是說一般大部分來講 我們大致上你透過這個 因為你有用這個可能通常那個Gmail信箱應該是有在用的 就比較不用說我還要再多做一個轉記設定的動作 因為你設定好了以後還要再做取消嘛 呵呵呵呵 對啊,要多一個動作 所以你可以想說如果你有的話呢,你選好了 那麼他就會自動寄到你這個信箱來 你就比較清楚,喔我現在已經知道說多少人報名了 他在信箱裡面他只會告訴你說這個有變更 那有一個連結你可以點進來看這樣子 他不是在 他並不是把所有報名字要去丟到你的信箱裡面去喔 他只是幫你做一個連結說你可以連到Google文件去檢查 現在已經有改變了這樣子 那有改變你就知道會有增加 好 所以這個算 在Google擺帳內你可能會遇到的一個問題 但是我們也可以伍弄一下 二 mit